在最近一期的某综合娱乐节目中 杨子和于书欣意外撞山了 两人都穿着同款长裙出现在镜头前 这一场景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不过这两位明星的穿搭选择也随之引发了一些争议 对于明星来说穿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他们的着装选择往往会被无处粉丝所打分 因此每次出门前都需要谨慎选择服装 但即使如此一些明星还是无法避免与别人撞山的尴尬情况 然而这一场撞山事件的后续效应却有点不太一样 于书欣的粉丝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开始向杨子的粉丝开火 他们调侃说杨子只能许得穷奥斯卡影后 而于书欣则是无疑的成为了当晚的事后 这一番话引起了杨子粉丝的不满 他们开始用于书欣的影视作品与家有儿女来进行PK 这种明星撞山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一旦被双方粉丝所利用 便会引发一场分波 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粉丝甚至会对对方发几攻击 这是令人十分无奈的事情 这次撞山事件或许只是一尊小小的炒作 但是他也提醒了我们 穿搭选择对于明星来说确实需要谨慎对待 如果一不小心跟别人撞山了 那么就很容易引起粉丝之间的不合 最终打破了和谐的娱乐圈 于书欣作为演艺圈的女演员中的后起之秀 近两年人气迅速爬升 而杨子作为九十花弹争的佼佼者 实力更是不容小觑 那大家觉得杨子与书欣同款造型谁更美呢 快来发表你的看法吧